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我们的腊染的一些过程 总之就又问到这个染料是什么做成的 给他介绍一下我们的染料就给我提到 在传统文化就是不忘初心 我们服刑这间现在有36个人工人 我们主要生产的是我们的苗株服饰 然后当然也有我们这个腊染的衣服呀 还有腊染包呀 还有我们的这些刺绣工艺品 我上前去迎他 然后他也是向我走过来 就向他介绍我们这个外树苗的服饰 总书记就说这个存因的现在很贵 总书记说要把我们这个民族文化 发扬光大 我来学一下会不会 我包一下 然后我说可以 总书记就包够 我说这样转转转转就可以了 然后他也转起来 但是还可以包 记一次包一个就还可以好 原先我们这个华谷村要走出村寨去 早晨去西洋西洋了才回到家 现在宽敞的白油马路已经到了我们的村寨寨寨 原来的时候我们苗族都是喝杯水池 现在自来水泥倒家了 我要希望我们全城都要富裕起来 今年的话也有几十万的收入 我们要做些设计做些改变 然后让我们的这个民族文化和时尚呢相结合 走进我们的社会就走进世界 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冲刺这个六百万 他就来到了我们中间 然后他就对我们说让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的这个舞蹈还有这些刺绣 一定要产生下去 传统的也是时尚 既是文化又是产业 它既是能够複扬 民族文化传统文化 用产业来扶平呢 用产业来振兴乡村呢 就可以做出贡献